在大年初一的時候發生女童受困的事件 當時男投一名母親回到房間發現門被反鎖 而自己才兩歲的女兒就在裡面 左姓呢 消防隊貨爆趕緊破門而入 才讓母女團圓 不過另外一起發生在苗栗的婦女失蹤案件 至今人還沒有被尋獲 走開囉 貨拆貨拆機 消防人員拿起破拆工具 用力敲著門把還不斷大聲提醒受困民眾遠離房門 經過幾番敲打撞擊 總算破門而入 媽媽趕緊衝上前安撫女兒 最近女童受困的意外就發生在大年初一 南投中心新村仁義南路的民宅 當時女童媽媽去上廁所 準備回房時卻發現門椅被反鎖 立即尋求消防隊員幫忙 兩生女童不小心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裡面 全身有流汗 全身流汗 對 沒有大礙 左姓女童順利脫困重回媽媽懷抱 但是也有民眾沒辦法在過年期間與家人團聚 監視器拍下初二這天一名女子踏出苗栗家中 當時她牽著兩隻狗準備去散步 沒有想到這卻成了她失蹤前的最後身影 女兒說媽媽在初二出門散步的時候 只帶了一隻手機 在聯繫完朋友後就從此失聯 仿佛人間蒸發 她初二十一點多號打電話給他們拜年 有跟他們說初三的時候大家要起來圍爐 朋友要找她就找不到 就是就是關機這種狀態 因電信公司回覆時間過久 沒有辦法定位 目前上午存貨訊息 根據了解失蹤的賴性女子 沒有失智症或是精神疾病 家庭也沒有發生爭吵 人到底去了哪裡 家屬實在沒有頭緒 只能等警方調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